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 全部平成骑士的救济形态 Norso Norso 我上的视频就要考虑 来 各位 我们今天的话要延续一下 之前我们介绍的DECADO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也算是比较近期发售的东西 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后缀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追追看 而且现在一直在掉价 有一半是因为这个灾情实在太严重 我们今天的话也来端详一下 我这个会不会有大家所讲的一个灾情 所以呢我们就马上来拿出我们的东西 不管是这次神魔的合作 还是这次DECADO的品质 都是DECADO的错好吗? 今天来帮大家开箱一下我们这个 GAMALIDAR DECADO COMPLIC 4 完全形态 瓜糊又称神主牌形态好吗? 其实老实讲 呃我蛮喜欢这种形态 因为呢 现在GAMALIDAR的所有最终形态 都做得越来越朴素越来越朴素 开始渐渐已经怀念起 这种超夸张 全部插身上的那种风格啦 然后呢我还先说讲 因为呢这个话算是很近期开箱的东西 然后加上其实蛮多人开箱过的 所以我想要跟其他人做一些区别啊 不然今天大家看这一集就没什么意义对不对 我们讲模型又不是很专业 都在打嘴炮 但是我就是想开 所以呢我今天还准备了 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 我再把它出摊屏 大家应该就会理解到我们今天要玩什么了 全部平成骑士的救急形态进行个游啊OK吗? 毕竟我们的神主玩形态 他在剧动是可以照样出 全部平成骑士的最终形态啊 没道理我们不这样搭配装好不好 然后呢但是我还先说一下 其实这些救急形态啊 基本上我们以后都会帮大家各开一起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 只是稍微让我们的Decade 跟我们的这几位骑士进行个搭配攻击啊 这样才会会还出剧动非常经典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老早就先来讲玩玩看 我们这样快速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稍微玩一下我们的Decade 好了哥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外包装 因为毕竟他是属于真骨雕系列 真骨雕系列的外包装 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他的格调 基本上前面的话就是大大的一个 GOMELENDER DECADE COMPLETE FOUN 他是真的直接拿食品来拍 因为呢真骨雕这个系列的话 就像是主打极致的工艺 然后极致的外形 基本上直接拿本体来拍 拍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之帅的啊 而且总是他上面还印有Decade的卡片啊 哇~~~ 好帅好帅好帅 所以这次真骨雕这封面我非常好满意 补充一下喔 它并不是属于通販產品 它是属于混线的 所以是属于预定生产贩售的 本身Decade我定的一定很多 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市面上流通也非常之多好嘛 價格也不貴 可以考慮看看 側邊有一個燙銀的Maskerider Decay 這一側的話也是 然後這邊的話有SHF的一個燙銀 這一側也是 不愧是真骨雕系列啊 背後就是簡單的幾張圖片 這樣就搭配完畢了 哇 好讚好讚好讚 OK 我們看完之後呢 海箱 上次我們有打開來看嘛 我覺得我這隻應該是沒有中標啦 還算是不錯 但是還是有一個小圈 等一下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錯不錯不錯 跟我們之前 開的SHF等級是不一樣啊 哇 全新的真骨雕本就是帥 它裡面的配件話也是完全都給你了 而且這次的手音好多喔 好 那我上來整理一下 Decay 這就是我們的Goblin Rider Decay的 Complique Form 嗯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我要先說一點喔 因為呢本身Decay的線條太多 所以看起來有點方方正正的 然後呢又加上這次裝備裝得更多之後呢 我感覺這次快要變成正方形的你知道嗎 你們這樣直接看過後 你會發現它比例看起來特別特別短 雖然一樣高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上面的QR是真厚 所以看起來就是整個正方形的感覺啦 但是還是很帥就是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稍微經典給大家看一下 來各位我們現在來看神主牌最經典的部分 就是它下面這全部騎士卡牌加上額頭上的一個 Complique Form的一個卡牌 欸我要先說其實它們這次這些卡牌啊 基本上硬的真是好的沒話說好不好 不會有任何模糊感啊 然後我們這樣稍微拉近了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上面的字啊 都沒有任何模糊的感覺啊 我覺得超級超級棒 然後下面的卡牌的話也是好嗎 Decadeau的究極形態其實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會發現它的副眼也換成品紅色 感覺更駕馭自己的力量了 嗯其實不得不說看久了就會習慣 當年雖然推出大家下的鑰匙啦 欸但是929其實越看越帥 至少比我們的20億好看吧 對不對 還是大家覺得是同一個等級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最容易傳出災型的點 就是它在頭上綠色那個部分 很容易歪掉 不然就是7沒有上期 你會發現我的7沒有上期 我的銀色那邊是一個血線 所以呢整個看起來會有一點點怪怪的啦 另一個災型就是說 有人上面的卡片歪掉 好吧至少我是沒歪啦 還算OK還算OK 我個人覺得差不多有80分啦 然後整個頭部的可動就是 以往真骨雕優秀的可動 低頭可以低到這樣一個程度 往上的話也可以高到這樣一個程度 左右 哇這個可動性非常非常之好啊 不會是真骨雕系列 再來就是它肩膀跟它的胸口 基本上這一次的胸口 有大量的一個騎士卡片 然後再加上品紅色的一個線條 哇好讚好讚好讚 黑色部分還是很像類似消光的感覺 然後胸口這邊還有一個Decadeau的銀色標誌 我們先來看到肩膀的可動 基本上對它也是跟往常一樣 將肩上的鎧甲黏於我們肩膀上 所以不會有任何影響可動 基本上這次的極限 能抬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基本上非常夠用 然後再次往前轉的話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肩膀的可動上就算是 保持著真骨雕一概的優良性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前後的可動性 就比較差一些 跟大家補充一下 它沒有辦法再抽到更前面去 肩膀上跟手臂這邊有一個轉軸關節 就算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手肘的話 我個人覺得手肘比較普通一點 就沒有到說特別好 但是也沒有到特別差 再來就是手的部分 手肘基本上是一個球關 胸口的可動性 也是非常非常之不錯的 胸口搭配我們的腰部 大概可以往後到這個程度 往前的話只能達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往前的話比較弱一點 再來的話我們這次Decade的一個腰帶 這次Decade的腰帶的話 基本上 哇 真是塗裝得非常精細 整體的算是無愧對於真骨雕三個字 萬代要塗裝 也真是可以塗得非常非常之優秀 它這K大局還是可以取下來 而且它裡面是真的有一張卡片 它並不是硬上去 它真的是用一張卡片加透明件這樣交疊起來 所以裡面的卡片是可以抽出來的 嗯 蠻猛的蠻猛的蠻猛的 腰帶基座裡面的內構啊 也全部都有 跟我們前幾天開的CSN是完全一樣的 側面這邊還有白色版本的一個Decade腰帶 而且上面全部騎士的logo都有印好 喔 讚讚讚 這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RIDER BOOK RIDER BOOK的話 我個人覺得塗裝就比較差一點點 我個人覺得它黑色線條有點溢出去 然後雖然它這邊可以打開 但它裡面整個內構啊 真的是完全被省光光 好不好 雖然看的有點不爽 但是 沒辦法啦 背部的背扣也是做出個完整的還原 然後我知道一定有問 這個白色這塊可不可以插在品紅版身上 答案是不行 好不好 因為它背後這邊還有多一塊 它是一整塊連在一起的 再來就是腿部的一個部分 爆炸粗 好不好 Decade腿真的都很粗 看的非常非常之爽 尤其是這個小腿機 前面這邊一樣是有兩條銀色線的塗裝 然後側邊的話一樣是個塗裝 抬腿可以打到這樣一個程度 前的話就像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後的話就像是有被限制到一些 小腿往後夾的話也比較普通 因為它這次本身大腿跟小椅都比較粗一點 像是這邊一樣是可以左右移動的 然後再次前後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一樣是可以這樣摺的 但是我要先講一下 所有騎士裡面 我最喜歡Decade鞋子的一個版型 它鞋子的版型真的超好看的 這是屬於那種我買鞋子會買的那種款式 可是要換個顏色 好啦 所以我們這樣稍微把它整個細節看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幫他擺一些動作吧 好啦各位我花了一點時間去臨摸一下 就是這個Decade到底擺出什麼姿勢比較帥一點 欸終於要擺出一個好不好 不愧是Decade啊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形態下 都可以擺出非常帥的一個姿勢啊 這樣稍微側邊一點給大家看啊 哇整天看得非常這麼不錯 好啦各位這個姿勢啊 就像是我拿當年他們 好像拍在雜誌上的一個宣傳照 意外的好看欸 但是不知道 雖然好看是好看 但是呢 感覺它平常的戰鬥時也不會擺出這種姿勢 嗯 但是其實不得不說這樣擺起來還是帥啦 還算OK還算OK 不會是真骨雕啊 欸隨便擺都好看 再來是我們拿槍姿勢的一個Decade啊 整體感覺也是看起來非常充容的感覺啊 嗯 帥帥帥帥帥帥帥 但是我要先說個點 我個人覺得整體還是Decade的基礎形態擺姿勢起來擺比較輕鬆 因為呢 感覺它這個變厚重的時候 整個要微調的地方有點多啦 再來是我們的Decade 拿著我們的Keytouch 欸我要先說什麼講 這次有附這個手型 我覺得非常非常之優秀 沒有這個手型基本上也沒有辦法拿我們的Keytouch去召喚其他騎士啊 所以我覺得它們這樣整個拿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優欸 好啦各位我們這樣玩完全部的動作之後呢 該來召喚我們的救濟騎士 第一盒召喚的KUGA 我們採用的是我們的真骨雕的一個救濟空我 來這是我們的Decade 專門是我們的KUGA救濟型態 然後我還先說個點 我知道這個是右手 但是 救一下 欸白姿勢很累好嗎 就算是這樣啊 不管是左右手啊 反正呢 在劇中理論上 應該都是可以讓敵人直接燒起來的啊 喔 欸它整個白姿真的很帥你知道嗎 但是呢 如果真的拿入的帥度的話 還是救濟型態比較帥啊 等一下稍微拉近給大家看啊 哇 哇真的好喜歡這隻救濟空我 雖然它花了我快六千塊 但是呢 直啊 帥帥帥帥帥 扶軸 阿吉堡採用的是我們普通S SHW版本好不好 但是這個版本就算是屬於比較新的版本 所以看起來算ok啦 來跛咧 這樣的照片是我們的閃耀 阿吉堡好不好 然後我先說一下 因為阿吉堡現在目前真骨雕版本也只有出大地形態 然後呢就算究極形態是完全沒有出打 我們這樣比較起來就會發現一點 真骨雕明顯就是真的是比一般的SH5還要出很多啦 看起來感官上會有差異 而且這次真的超級難擺你知道嗎 非真骨雕真的好難擺喔 我還是明天想擺出個戰鬥姿勢給大家看 雖然他有雙刀 但是我還是喜歡阿吉隆用拳頭去揍人啦 我們這樣兩邊的衣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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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Ryuky的話基本上是採用普通的SH5版本 因為真骨雕沒出 這樣就造成出我們的生存龍騎好嗎 然後生存龍騎的話也是屬於非真骨雕的系列 其實我蠻期待龍騎出真骨雕 因為龍騎本身在巨東的皮套 我覺得他算是精壯型的 如果做成真骨雕一定非常非常之帥 比較瘦重的SH5 就像他擺隻要稍微擺快一點 那看起來會整隻比較大隻 把這個動作掏在真骨雕身上 那就有點過狀好不好 你會發現整個Decade已經快要變正方形了 但是那兩隻這樣擺起來還是很帥就是了 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嗯 不錯 不錯 FICE 外一樣是採用我們普通的SH5版本 好 各位 今天就造成出我們的GOMEN RIDER FICE 我要先說這隻FICE 其實嚴格說起來他做的不差 但是他很知名確定就是他頭超小的 畢竟這一個是屬於超級超級舊的一個素體 所以呢 未來這隻真骨雕應該算是指日可待 沒道理不出嘛 對不對 而且這隻人氣算蠻高的 兩個隻擺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之帥耶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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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隻FICE我再多提一點啦 基本上也是屬於那種限定姿勢啦 一定要擺姿勢會比較好看的那種SHF 他雖然是屬於比較舊的素體啦 但是擺起動作還算是OK Blade的話是才有我們這盒 魂線的一個KING FORM 然後我要先說一個點喔 玩到現在我終於發現他一個致命的缺點 他的手臂關節我個人覺得他的那個拉伸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沒到這麼好 我盡量拉到差不多的動作 但是這看起來就是特別特別的詭異喔 這看起來就特別特別的協調 雖然他並非屬於真骨雕 但是他的可動性明顯是高於這隻的 而且這次他第二點說他的大腿部分啦 他大腿部分本身設計有點太粗了 他的腳在這樣外開的時候還是會有點卡住 所以呢在做這種動作時啊 也是比較纖細的這個做起來比較好看一點啦 所以呢我個人就玩下來這一隻 我個人覺得評價很降低 兩個加一起來本來是很帥 KING FORM這個大機真的看起來好爽啊 裝甲翔鬼死就是不出真骨雕板啦 所以我們只能使用SIC版 但是SIC版本身其實蠻接近本來的皮道設計 我個人覺得還算OK KAMEN RIDE ARMED 再來換我們SIC的ARMED WITH RUBICU 我要先說一點喔 這個SIC我是買全新的 但是呢 關節斷掉了 好沒關係啦 我應該還要再去買一隻響鬼 或者最便宜的一隻鬼 去肉殺中間那個零件啦 因為畢竟SIC響鬼蟹其實還算是便宜啦 我個人覺得啦 所以呢未來的話我會把這隻補齊 然後那也會幫大家開箱一下好不好 因為呢這隻其實我剛才在玩的時候 雖然它玩起來很麻煩 但是很有趣 裝備超級多啊 SIC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真的都是屬於很佛性的系列 唯一一個點就是說呢 它都是屬於魔改型 就看你喜不喜歡而已 我們稍微讓兩隻擺出差不多的一個動作啊 雖然其中一隻手斷掉 但是呢 還是非常非常之帥 真骨雕那盒我還沒買 所以我只能先用一般版本展示給大家看啦 加減一下啦 加減一下 KAMEN RIDE HIPPER 來各位 再來是我們一起使用飛踢的一個 HIPPER KAMEN RIDE HIPPER 喔齁齁齁齁齁 你有沒有發現它後面還有巨大的一個昆蟲翅膀啊 還是採用漸層色的那種透明片啊 哇整個裝備非常非常漂亮啊 而且CP值非常非常之高 我個人很推薦很推買的這隻啊 因為畢竟 它的真骨雕版本 七八千起跳 非常的恐怖 但是未來也會開箱 不用急 我們一定會買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兩個一起擺的飛踢啊 哇 讚讚讚讚讚讚 基本上 可以做出非常優秀的一個飛踢啊 喔好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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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有時間 我還做個飛踢牆喔 感覺應該會非常非常酷 然後呢 電王的話 使用我們的列車型態啊 這一個我們這邊有搭配使用過啦 再展示幾次 電王 RIDE RIDER 好各位 這就是造成我們列車型態的一個電王啊 這個姿勢簡單一點啦 關節不用抽動不開啦 所以呢 這個姿勢緩度我覺得還算OK 但是整天還是有一點點ㄍㄧㄧㄥ就是啦 這要兩次做出來很像就好啦 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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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真骨雕版本未來會出 好不好 未來出了 我們會再搭配一次 不用急 所以我們先採用一般的一個SH5版本 最後的造幻就是我們的魔皇 欸我要先說一點耶 這隻母皇造型上有一點點 感覺被壓縮的感覺之外呢 基本上這一隻 整個擺出的氣質程度啊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之優欸 老實講喔 我們這樣整個擺起來啊 欸 非常非常有感覺欸 很讚很讚很讚 然後加上他這整把魔王劍啊 欸 設計真的是很優 我未來開箱只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欸 各位 這應該算是蠻多的蠻多人 終極的一個夢幻陣容好不好 我要先講一下喔 基礎型態雖然非常非常多人收 但是呢 我個人還是喜歡救急型態好不好 因為畢竟這也算是他每一部劇 一路走下來 慢慢慢慢慢慢 堆積堆積自己力量 而最後生出來的救急型態啊 除非是劇場版啊 不然真的來說以劇情演下去來講 他們都還是最終形態作為主要戰力啊 因為畢竟最強嘛 雖然有時候因為一些大人的原因 還是導致必須要用基礎型態來做個終結啊 但是呢 沒關係好不好 反正最終形態 在我心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象啊 好啦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話也是快速的 將這些救急型態全部介紹給大家看好不好 基本上我介紹的除了這個卡布斗之外呢 都是頂規 因為呢 有些還沒出真骨雕 未來出真骨雕當然也就會補齊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根本來的TK的Complete Form 全騎士召喚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請記得按讚 並分享每週每週我們下次見 掰掰